丹丹丹,大家好! 金师节很快就到了 在两三个礼拜以后呢 我们又可以见到大师 在借这个机会 我想首先要感谢大师 其实在很多年前 我就已经认识到了大师 可是直到今年的3月4号 再度见到大师 那一天我很兴奋地 跑到洛杉矶的寺庙 因为呢大师终于要出来了 我坐在洛杉矶的这个寺庙当中 看到大师 然后我第一次感觉到 什么叫做Shakti吧 那是一种与大师合一 一种灵能喘接的一个感觉 我全身颤动 我看到大师进入我的身体 那个影像非常的清晰 以及明确 自从3月4号以后 到现在也不过短短的 只有四个月 可是我的生命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 在这个当中 我不但学到很多的圆满的课程 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的 这个线上的课程提供给大家 而且我还学了瑜伽 在家里面从完全对看到这个瑜伽视频就觉得快要昏倒了 只有几个能做 到现在我可以做到很多 而且我每一次突破的时候 我都告诉自己 太厉害了 我好兴奋 因为每一个瑜伽体式的这个突破呢 就代表了我的人生更加的圆满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师还安排了一大堆的这个机会 给我扩展自己 让我突破 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 在一次的阿卡西阅读 时空大神竟然要我去和英国的一位很自身的老师 让他帮我做圆满 那一次做完圆满以后 我不但对圆满的认识 有了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认知 而且我尝试很久 做不完没有办法完成的流石 那次我也做成功了 流石成功了以后 我的身体健康 恢复了大半 而且 整整瘦了十几磅 那个是我绝对 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了很多的突破 把我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了可能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我现在竟然也帮大师做他的开示的口译 我还记得第一次做口译的时候 其实我那天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运气也很好的是 那个时候大师的这个阿卡西阅读 正在开放 所以就在翻译之前呢 我进入了一个阿卡西阅读的这个房间 我请求时空大神 祝福我 今天的开始能够做到最好 结果翻译完了以后 我看着窗外 我对自己说 原来这些都只是我想的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我可以做得到 当然我现在还在进行另外一个项训练 也是突破更多的更不可能 对我来说是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以前从来都不会想象 一切结果就这么神奇的发生了 我想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机会 和我一样有荣幸 得到当时的Shaktivada 体验和当时合一的那种喜悦 谢谢大家